在中老两国元首亲自推动下 一带一路中老有益标志性工程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全长1035公里 线路北起中国西南地区的昆明市 向南经玉溪市普尔市西双版纳自治州 过中国墨罕铁路口岸和老挝墨丁路口岸 进入老挝北部地区 继续向南经朗南塔省 乌多姆塞省 朗布拉邦省 万象省 到达老挝首都万象市 中老铁路全线采用 设计时速160公里 唯一级电气化铁路 全线新建车站38个 办理客运或货运业务的车站23个 开通初期 在昆明至万象南间 开行双向跨境货物列车 在昆明至墨罕 万象至墨丁间 开行点对点客货定制列车 中老铁路穿越众多山脉和水系 沿线地质结构复杂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中老两国建设者积极创新建造技术 成功建设了167座隧道和301座桥梁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成了绿色环保铁路 中老铁路沿线车站 充分融合地域文化 致力于提供现代化 人性化服务 依托中国复兴号动力集中动车组成熟技术 成功研制了复兴号姊妹车 老挝兰仓号动车组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中老两国加强风险防控 建设连结之路 合力攻坚克难 后执中老有益 依托中老铁路 沿线旅游 农业 水利等产业发展 和城市化建设将迎来新的机遇 中老铁路的建成通车 开辟了老挝铁路运输新纪元 将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 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泛亚铁路的重要骨干 还将成为老挝连通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金钥匙 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 中老铁路是两党两国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与遍路索国为路联国战略 对接的成功范例 必将谱写 终老有益 崭新篇章